一种年龄小猫了 这我小猫是从石头缝里面出来的 一共有三只 这几只小猫要是问他妈 他们是从哪来的 他妈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他们 里面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 而其他家的孩子都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 这我小猫是在吓得雪的那一天被人发现的 当时他们饿得在大学覆盖的石头缝里面 露着头嗷嗷大叫 从那以后发现人就每天喂喂他们 并联系上我们 我们就来了 只要我们来就是把家这里购买来了 到了现场我发现有一个大猫 两个小猫看到这个大猫就往这边跑 我想坏了 这我小猫有妈妈 看来要损失三根猫条了 毕竟市场价就是猫妈妈 可以一个孩子换一个猫条 结果带我们过来的红一夫阿姨告诉我们说 这是个男猫 那看来是他们的爹了 不过这样看来这一定是后爹 果然阿姨告诉我们 这不是他亲爹 小猫找不到妈妈 就把这边的大猫当成了爹妈 结果经常受大猫的欺负 当时一只小白猫在石头缝里面 另外两只跑到了他后爹着 所以我们准备先抓后爹这边两只 龙子下场了 结果这个大猫拦着我们 给我们要猫条吃 说后爹也是爹 亲爹亲爸一个孩子 可以换一个猫条 他至少要半个猫条才行 这可真是个地皮无赖猫 但是强龙不压地头猫 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猫条 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带走 结果两个小猫都没有进龙子 都像个兔子一样 又跑回了对面 看着两个人的奔跑姿势 他们的妈妈应该是属醋的 我又把龙子拿到了对面 三个小猫都出来了 两个小猫围着龙子转 就是找不到进口 这个是最聪明 一下子就找到了进口 王王最聪明的也最先被抓到 聪明反而被聪明误的 小白猫被抓到了 这只小白猫被抓到了 还在想我这么聪明 怎么就被抓到了 还一点的不服气 所以就给他取名字叫不服气吧 我把不服气放到了航空箱 然后再把笼子下场 另外一个小白猫 看到好吃的就钻进去了 然后就被抓住了 这一只一被拿出来 笼子就感觉自己玩完了 就举起手来向我投降 所以就给他取名叫举起手来 这个头上有点黑的 就是举起手来 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个了 我把笼子一放上 他就钻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等完一会儿他出来 就钻到笼子里面去了 估计是他比较笨 学了两遍才学会怎么进笼子 就在这个时候 马路上来了一位阿姨 我担心阿姨一路过 再把最后这个吓跑了 正想过去提醒一下 结果最后这个小白猫 已经被抓到了 既然他是最后一个被抓到的 就给他取名叫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还对着我 摆出了挑战的姿势 说永春野猫 还没说完就被我扔进了航空箱 这个时候他们的后爹 看到最后一个被抓到了 过来要猫条吃 说还得要半个猫条才能走 没办法 我有损失了半个猫条 我们准备走的时候 阿姨告诉我们 小区里面还有一窝生了五只 昨天已经死了一只 希望我们过去看一看 可以的话也带走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可以的话就一起绑了 这么小啊